佛陀在世 佛的旅行很轻松啊 不带行李啊 就三亿一波 非常轻便 晚上树下一宿 白天日中一时 出家人为世间人标法的 标什么 万云放下 愚人无增 愚师无求 得大自在啊 世间人过得很辛苦 为什么 求俗的太多了 什么都想 具有 什么都是 希求 希求的心 太重了 所以 生活过得苦 啊 又求不到苦啊 因为 求 就不免 竞争 竞争提升 就是斗争 斗争 就是战争 佛希望世界和平 佛希望人民暗路 希望这个世界上 永远没有战争 永远没有战争 出家人 各世界和大众 表演这个 又标准了 射加密 被流利争 被流利亡 灭了 释迦牟尼佛劝导大家 逃难 那这一作千亿 佛为什么不救他 佛知道因果 为什么会有这个战争 为什么和这个 有这么一场灾难 是因为过去之中啊 是家族 是一群 渔夫大渔的 流利王 他前世 就是那个渔塘里的地狱 鱼 这个是佛也没办法 化解 佛只能劝 族人 逃难 翻过 喜马拉雅 就是西藏 是 是世家族的后裔 那个时候 逃到西后藏之后 就再没有回去了 在后藏 就落窘了 变成西藏人 这是 这是张家大使 告诉我的 所以佛教整个 都到中国了 年世家族 当年逃难 逃到西藏 没回去 那说明 人在世界 与一切众生 不能结缘处啊 这不是跟人结缘处 鱼啊 要吃它 会有这么大的灾难 释迦牟尼佛的 所说无词 因果多么可怕 我们得罪人 跟人结缘 有意无意 轻而易举 缘恨结下去 那个人怀恨在心 念念不忘 以后麻烦他了 这些事实 丢在面前 双双留意 你都能看到 真正修佛的人 不敢 真正修佛的人 宁愿受委屈 修人如不乐 啊 绝不敢 怨恨一个人 怨恨一个人 会找来 无尽的麻烦 啊 不要自以为聪明 那就是 愚痴到其处 才跟人结缘 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 决定不敢 谢谢大家